川普如果真的要 真的要毀了香港的話 最終就是讓美元跟港幣脫鉤 但是這個能不能做得到 是一個大問號 剛剛郭委員提出很多一些 舉例出來的 不過如果說真的要去做脫鉤的話 其實IMF 他基本上是沒有能力去干涉 因為香港並不是會員 那如果說真的 讓美金跟港幣脫鉤的話 影響到的是人民幣 他在國際之間的一個影響力 賴老師你來看這個殺手鐵會出現嗎 還是到目前為止 基本上就去做一個計算的話 是不太可能會出現 我覺得這個要看 從什麼角度來定義 這個到底是由美國決定 還是香港來決定 那麼港幣跟美元的脫鉤 不是由美國來決定 事實上是由香港來決定 在1972年的時候 香港就決定了 他跟英鎊脫鉤嘛 所以在1972年 他是由香港政府決定 他跟英鎊脫鉤 是到1983年的時候 他才決定 他跟美元掛鉤 那也就是所謂的聯繫貨幣 聯繫匯率就這樣定出來 然後 沒有 匯率 匯率是香港決定的 沒錯 可是交易的量是美國可以決定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沒有 這個是兩件事 這是兩件事 這是兩件事 所以也就是說 當他把這個匯率定出來了以後 以當時定出來的 的範疇就是7.75嘛 對 就一美元對7.75跟7.85嘛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港幣升到7.75的時候 他就買進美元嘛 如果跌到7.85的時候 他就賣出美元嘛 他就用這種方式 那他的擔保是什麼 用他的外匯存體來做擔保 對 那我們也看到在1997年98年的時候 亞洲的金融風暴的時候 那時候索羅斯就是要擊殺港幣 那香港的外匯存體快用完了以後 中國大陸就伸手救援 對 沒有錯 伸手救援的時候 中國大陸用他的外匯存體 跟你索羅斯對打嘛 那索羅斯敗政嘛 連三敗 所以索羅斯在香港 賠你大糊塗 退出亞洲市場嘛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 其實我們已經看出來 也就是說如果就匯率來講 當然不是以總量來說的話 那當然這個決定不是在美國 而是在香港 因為在去年 這個香港一整年的動彈不安的時候 其實當時就已經有聲音出來 這個聲音就是說 港幣是不是要跟美國脫鉤了 那也就是說不再緊咬著 美元的匯率 那要跟人民幣掛鉤嘛 所以當時就已經開始傳出這個部分 那也就是說台灣的中央 中華經濟研究院 也針對這個來做專題的研究的時候 他們認為以目前來看的話 中國大陸的貿易量 占香港的貿易額一半 美國才占7%耶 美國才占7% 中國大陸占50%耶 49到50耶 所以等於是你 香港跟大陸的經濟的依存度來講的話 香港更依賴中國大陸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依存度這麼高的情形下 理論上講你就已經有條件 可以跟人民幣把它掛鉤了 但是為什麼香港還維持這個 主要的就是因為有像中國大陸的人民幣 並不是一個自由的買賣市場 不是國際貨幣 也是中國大陸願意讓它 沒有 它是國際貨幣 量太少 沒有 它是國際貨幣 但是因為它已經是在我們的MF裡面的 一個一籃子裡面的一個成員 佔比太少 佔比太少是中國大陸自己控制 而不是說它不願意 如果中國大陸它讓它的外匯 它的匯率的兌換 如果自由度越來越大的話 那它的佔比當然就會增加 因為以它目前來講 在全世界最大的貿易量 也就是說全世界目前最大的貿易體 不是美國 是中國大陸 我要補一下 就是說連兌換的那個總量 也不是美國說的算 也不是美國說的算 因為呢 整個財務金融裡面 你的美金跟 美元跟人民幣裡面 跟港元裡面 你有Future 你有Forward 你有Swap 你有各種不同的財務金融的 衍生性商品 是的 所以它不是一對一 你可以看得出來它的量 然後它這個整個 在全世界的資本市場 跟金融體系裡面 有太多的工具 那第二點呢 其實香港它跟其他國家一樣 它可以做很多的 雙邊的清算協定 它可以讓它跟中國大陸做的 就是本幣對本幣的交換 它就不需要再經過 透過港元變成美元 美元再經過人民幣這樣的交換 所以說本幣對本幣的交換 雙邊的清算協定 是人民幣國際化中間 很重要的一步 那也是現在全世界 希望能夠逐漸擺脫美元霸權的 各個區域 包括歐盟 他們都在採取的一個策略 所以美國如果真正要 一意孤行的話 它會加速的全世界呢 去成立一個 不只是完全依賴美元的 貨幣交易體系 對 我最後補充一點 我覺得剛剛雷謙談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上海在國際金融未來扮演的角色 而且上海化成了一個很龐大的一個自由港 一個自由區的時候 我覺得上海已經在做準備 只是說中國大陸來講 因為它改革開放 也不過就是40年間 那這40年間我覺得它在摸索 怎麼樣讓人民幣的國際化 能夠分量更大一點 廣度更大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在探索 而且它謹慎穩步的一步來做是對的 我覺得羅傑士有講的一個概念 他說如果人民幣 如果人民幣 一旦自由化的程度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的預判是港幣會消失 港幣會消失 它港幣會消失 所以這個決定不是在美國 這個決定是讓 是在中國大陸也在香港 剛剛說到那個 美國如果繼續一意孤行 這樣的一個形容走下去的話 國際間會怎麼樣跟美國 繼續做一個聯手好了 我們來看在香港的事情上面 包括了英國 澳洲 加拿大 他們一起發了一個聯合聲明 要譴責北京推動香港的國安法 我想請